看看新闻榜 一直就是很落魄的生活着的 一个红城这样的人 还说自己很落魄的生活着 他怎么好意思呢 这些人是真正的阿弥士 我喜欢阿弥士的文化 你喜欢每个文化 你当我们走过去的文化 灵感历史口味丰富 凭借诸多破格看点的美剧破产姐妹 红的一发不可收拾 还近日剧中落魄千金卡罗林 终于摆脱了打工的日子 角色扮演者贝斯比厄 空降上海参与品牌活动 及粉丝见面会 身着一身淑女李群的贝斯 却如剧中一样热情似火 当然他也不忘来一段最经典的 这艳然成了贝斯 走到哪儿都必须上演的代表曲目 如果说剧中另一位破产女孩 第二Max是因为傲人的身材和吐槽神力被大伙喜爱 那么身材平平吐槽无力的卡罗林会做何感想呢 建议其实不用羡慕 那就呆萌样的卡罗林照样被大伙追捧 事实上四岁就开始精心表演的贝斯 也曾在不少的美剧和电影中有过身影 但直到破产姐妹后才一场做明星的滋味 到位的演绎也让外界猜测 莫非现实生活中的贝斯一言是一名公主 但她却认为自己和千金一词毫无关系 从上海飞到北京 贝斯这趟中国行的通告满满 儼然成了老金之旅 亲爱的贝斯 虽然中国的粉丝对你依依不舍 但还是请赶紧回去拍摄破产姐妹第三季吧 我们期待你无人可及的无厘头啊 女的新年利破产姐妹第三季快回归上海采访报道